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次的大陆新闻节日节目 中共病毒继续肆虐全球 截至4月10号 全球有近190个国家的170万人感染 死亡超过10万 美国和欧洲成为重灾区 其中美国确诊人数超过50万 死亡人数超过2万 而西班牙 意大利 法国以及德国的确诊人数 均超过10万人 白宫应对中共病毒专案工作组的协调员 Debra Burks认为美国尚未达到大流行的高峰 而从为专案组工作成员的 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福西周五表示 美国总体上因中共病毒死亡的人数 预计将有6万人 低于此前预测的10到20万人 如我在上期节目所说的 面对这场伤亡堪比 甚至超过珍珠港和911的巨大生命和经济损失 美国官方和民间对这次灾难的始作俑者 中共发起了追责行动 美国参议院司法会主席格雷厄姆 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节目采访时说 全世界都应该向中共发出账单 除多位政要呼吁立法追责之外 更有超过5000美国民众入禀法院要求中共赔偿 而在欧洲经过被欺骗而染疫 在遭受敲诈般所谓援助的多个国家 已经在估算对中共的索赔数量 英国外交政策智库近日发表报告说 中共在处理疫情问题上违反了国际卫生条例 给全球带来无法衡量的损失 仅七大工业国的损失就高达4万亿美元 如果再加上其他国家 总数将达到6.5兆美元 中共将赔的底库都不剩 真成了任志强所说的 八光衣服也要当撅起大国的小丑 中共也自知大事不妙 上周急忙召开常委会 习近平要大家做好较长时间 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准备 说白了就是要打持久战的动员 而对外为了稀释宁人和搅浑水 内宣外宣也都紧急调低调门 放软身段 以免进一步激怒国际社会 于是我们看到驻美大使崔天凯 在纽约时报投书 称现在不是相互指责的时候 中美两国应合作抗议 被冷冻了一个月付出的战狼发言人赵立坚 也狡辩自己甩锅美军的推文 只是为了发泄怨气 改口病原是科学问题 而鼻子相对灵敏的魂球胡锡进 也嗅出了不同以往的味道 他警告说中共外部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 有不少国家可能会把疫情失控的怒火 发泄在中共身上 形成全球反华浪潮 这里他混淆了中共与中国 其实应该是反共浪潮 对内宣传也调整转向 甚至原定4月7号特别发行的 众志城城抗击疫情的邮票都推迟发行 以免引来国际侧目 同样感到不妙的 当然还有协助中共扩散病毒的世界不卫生组织总干事 谭德赛 说他是不卫生组织 不仅是因为这个组织已经被中共污染弄脏 更是因为他在这次中共病毒扩散到全世界的过程中 推波助澜 起到了帮凶的作用 简单回溯几个关键时间点 就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一点 当台湾发邮件给WHO警告病毒可能会人传人时 WHO置若网文 没有及时通告世界 反而重复中共的不会人传人的谎言 当湖北已经疫情大爆发 且武汉已经封城的情况下 谭德赛仍然拒绝宣布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说局面可防可控 使各国丧失了防控的最佳时机 当美国率先从武汉撤侨并停飞闭关的时候 谭德赛还学着中共的腔调 说撤侨断航根本没必要 并批评美国带了个不好的头 等各国意识到局面失控 必须停飞断航的时候 早有至少数十万人从武汉飞往世界各地 所以现在川普总统要停止给WHO资助 进而调查谭德赛与中共之间的猫腻 应该给谭书记的仕途 甚至是给WHO画上了一个修纸符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被禁足了一个月的赵哥赵立坚 前两天终于露面了 各位也看到了吧 赵哥口气显然有些软化 或说从战狼变成了战狗 我这不是骂人啊 也不是贬低赵哥 其实狗要是凶起来也不比狼叉 我就是说它有些变化 不像之前那么一口咬定 是美军将病毒带到武汉 而是退了一步 说武汉病毒的起源是个科学问题 并辩解说 它之前甩过美军就是为了泄愤 不过这点赵哥没说实话呀 堂堂一大国发言人 敢随便在推特上泄丝愤 那绝对是不可能的 那么这次赵哥解禁重新露面 说明上头开始对如何处理赵立坚有分歧 现在已经统一认识了 那就是坚持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既定方针 继续拔水搅混 防止以美国为首的八国联军 日后就疫情损失向中国追责 这次不是八国联军 国际上已经达成共识 并联合起来向中共因谎报疫情 造成各国蒙受巨大损失而追责索赔的国家 恐怕会有80个国家 是80国联军了 美国卫生总监日前指出 武汉肺炎爆发是美国的珍珠港911重演 这是目前美国最高级别官员 公开把武汉肺炎定义为对美国的袭击 美国总统川普的律师团队也宣布 将以一级谋杀罪起诉中共政府 请问你有何回应 这说明我们外交部的蒙英早有预料 想必大家还记得 在去年12月初的时候 蒙英在对美国的时候就说 911事件阴见不远 奉劝美方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 当时我们还以为他只是在打嘴仗 没想到他原来是在警告威胁 看看今天 对美国的打击早已经超过911了 要知道 美军在长达十多年的阿富汗战争中 失去两千多条生命 花费近七千亿美金 而我党病毒在短短几周内 就让美国近五十万人染病 一万八千人丧生 投入几万亿巨资救助 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 说明我党沿着的病毒取得了 我是说病毒无国界 现在不是互相指责的时候 大疫当前 国际社会唯有加强合作 才能战而胜之 希望美方同中方一道 按照两国元首3月27日通话达成的重要共识 相向而行 加强抗疫等领域的合作 好 下一个问题 这位记者 4月7日 美国总统川普严厉斥责世界卫生组织 称该组织搞砸了全球的防疫工作 围着中共的政策转 他还警告要考虑切断世卫组织的资金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谭德赛回应川普总统 甚至说美国如果把中共病毒政治化 会导致更多人死去 川普反驳他是贼喊捉贼 因为把疫情政治化的正是谭德赛自己 而谭德赛又突然点名指责台湾 对他种族歧视 好了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其实两个月前 《混球时报》的社论 就表明了我党的态度 保卫谭德赛 谭书记是个好同志 我在之前的发布会上也说过 早在谭德赛担任 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长的时候 他就与我党 接下了这么厚的美元的友谊 俗话说 拿人的钱手短 为了让他当上这个WHO总干事 我党也没少花钱给他买票 现在到用他的时候了 他能不卖力吗 这么说吧 这次疫情要不是谭德赛全力配合 我党哪能这么快 几乎全覆盖无死角的 把病毒撒遍全世界 我党通过他 成功地把世界卫生组织WHO 变成了世界杀生组织WKO 当然在世界卫生领域封堵台湾方面 谭书记更是不遗余力 在我党的授意下 谭德赛成功封杀了台湾的一切努力 死死把台湾挡在没完 台湾人能不气愤吗 所以才骂他长得黑 不过台湾人这么说他 确实冤枉他了 而且没说到点子上 因为谭德赛的问题不是皮肤黑 是心黑 好 下一个问题 这位记者 说到歧视 你当老大哥俄罗斯就歧视中国人 最近有迹象表明 俄罗斯开始驱逐150万华侨 这是中共肺炎以来最大的排华事件 可是为什么中国国内竟然看不到半点新闻 连各大社交平台都看不到传言 难道是统一的选择性师生 你们观察挺仔细嘛 这都注意到了 好吧 这么跟你说吧 我党怼天 怼地 怼美国 看起来谁都敢怼 但有两个国家 我党从来不怼 也叫两不怼原则 一不怼朝鲜 二不怼俄罗斯 所以当美国禁止中国公民入境 我党就说他居心叵测 当欧洲禁止中国公民入境 我党说是过度反应 而当俄罗斯驱逐中国公民出境 那就是客观理性 我党为啥对俄罗斯就这么怂 不是有句俗话说 一物降一物吗 这有历史的原因 也有现实的考虑 总之 熊猫惧怕北极熊 也是情有可原的嘛 但这次北极熊驱逐150万华侨 确实也有点过分了 简直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啊 他们在俄罗斯各地抓捕中国人 然后一车一车地 直接给送到中俄边界 而且里面染病的比例还很高 最近输入中国的病例 大部分都是从俄罗斯带来的 现在亨隆江牡丹江地区 已经成为全国重灾区 为了表达不满 在俄罗斯宣布关闭 所有与中国连接的陆陆口岸之后 我党也宣布 关闭所有与俄罗斯连接的陆陆口岸 可是人家已经关了 你不关也得关啊 完全是多此一举嘛 没错 此举就是撒娇般地向俄罗斯表示一下委屈 哎 这么丢脸的事儿 媒体当然不会说的了 小粉红也不会张扬 所以就当没发生 好 最后一个问题 这位记者 除了欧美 一些原来与中国关系不错的国家 也开始批评中共掩盖疫情 祸害全球 日前 巴西教育部长在推特上发文指出 中共是瘟疫大流行之源 他在巴西当地一个电台节目上 指责中共医疗生产商趁火打劫 并表示 除非中国捐赠一千台呼吸机给巴西的大学医院 他就会去大学馆道歉 并承认自己是个白痴 请回拟合评论 一个道歉 值一千台呼吸机吗 我党可是实惠主义至上 尤其当下还面临经济崩塌的风险 肯定不会为了他一句无关紧要的道歉 而捐赠一千台呼吸机的 你们知道吗 我党把当初意大利捐赠给我国的防疫设备 现在又高价卖给意大利 两头赚 有媒体批评我党利用他国的善意反噬 难道他们没读过农夫与蛇的故事吗 对这位巴西教育部长 我只能说 你不是白痴 在我党眼里 你们都是那个送上门来的农夫